今天来戳一款呆萌小狗子 绣绷都是带图案的哦 拿出戳针 这是戳针的正面 斜面的是反面 我们需要把引线器从正面的小孔穿进去 注意戳制时毛线一定要时刻保持松散状态 手也不要压线不然会跳线的 可以多拉出一些毛线备用 轻轻拉出毛线 引线器最好一直放在一个位置 避免找不到 戳针斜面一直朝前 用力戳到底 反面拉出毛线 留下3到5厘米的线头 提针时不要抬太高 紧贴布面 再用力戳到底 尽量保持针距均匀哦 成品会更好看呢 看下反面 因为我们每针都戳到底 所以反面也会很均匀的 如果遇到跳线也不用担心哈 用针尖轻轻滑几下 布面就会恢复的 再重新拉回毛线就可以了 遇到拐弯 遇到拐弯 针尖形面也跟着拐弯 戳色快时 都要这样先戳外圈一圈 再一直转圈戳 直到不露底色就可以了 这里要注意 第二圈是要与第一圈交错戳 这样成品会更整齐的 再继续 再继续 反面拉出线头断线 留下3-5厘米就可以 有小色快的要先戳小色快哦 戳小色快时 针具要稍微小点 同样转圈戳 一直到不露底色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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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加速了 我要加速了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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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